字幕之間 哈囉大家好,我是Luster 那麼這一集呢 是實況insight的第二集 那我們就從這裡開始玩 上一集也是從一開始就玩到這裡 好,我們走 嗯 現在是 剛早晨 空氣清新的時候 喔 有一堆人在排隊 排什麼 排好吃了嗎 慢慢的走 其實從一開始玩到這裡啊 這個遊戲的場景營造 真的是做得很到位 然後氣氛還不錯的樣子 所以 這一個的話 把他拉過來 喔 所以鐵鏈會上去 嗯哼 那麼 看一下喔 好 這樣就可以上去啦 慢慢的 我盪 下來一點 我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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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 嗯 把窗戶打開 應該是吧 對 沒東西了 我們把窗戶打開吧 喔 小雞 這到底是不是小雞啊 看起來又不像 這不知道是什麼樣的生物 管他的 繼續走 嗯哼 爬梯子 嗯哼 所以我們要 呃 這裡有一個 喔 這樣子他會上去 然後 所以應該是 上去 我應該可以從中間這個平台跳過去吧 看看喔 跳 喔 太高了 那麼拉下來一點呢 嗯哼 看起來好像 嗯哼 他是斜斜的對不對 我推推看好了 對捏 他剛剛有點彎過來 喔 可以推 真的 好 那這樣的話 再把他拉上來一點 這樣應該就能跳過去 OK啦 好 那我們就 推 欸 啊 啊 啊 這裡不能太靠近了 好吧 推 我推 我推 我再推 然後跑回去 撤 撤 嗯哼 那麼 這裡應該就 先回去剛剛的地方了 跑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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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 從這邊下去 喔 這裡有個門可以開呢 喔 所以 這邊 欸 有個怪怪的東西 喔 成就解除 所以這個是成就的一部分就是啦 喔 繼續走 喔 地鐵呢 有一根桿子 拉一下 喔 門打開了 所以 跳不上去 欸 欸 有東西可以電嗎 嗯 好像沒有齁 沒東西了 OK 然後 然後 再回去剛剛的地方 喔 原來這裡可以爬上去啦 太黑啦 看不到啦 然後 可以直接從這裡跳過去嗎 嘿 嘿 喔 喔 可以咧 太空漫步 欸 這裡的話 欸 我知道了 把門關起來 這樣的話 有一個人就可以被門擋住 然後另外一個人走到右邊的最底端 再走回來 剛剛好 恩 喔 謝謝兩個Michael Jackson啦 走 上去 就是一副早晨的感覺 就是一副早晨的感覺 嘿 嘿嘿 阿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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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 喔還好 有東西可以抓 嚇死人了 跳 嘿 嘿 慢慢的 嘿嘿嘿 打打打打打打 啊 喔 還好還好 有管子可以抓嗎 從這裡下去吧 靠這些人跟殭屍一模一樣是怎麼回事 被人控制還是怎樣 管他了 本來就是禮拜一早上要上班的感覺就是了 拆門啊 踢著 拔上去 然後 好像不夠近了 可以 嗯 誒 這可以推嗎 可以捏 我剛剛是 耍笨啊 好噶 這裡有 大機器人 有人在插 躲太慢了 有一陣書 馬的感覺 所以這些人也是被這些機器抓到的然後就被電到了一樣 難怪創下 等他一下好了 躲好躲好 好 然後 然後 被電到了 然後 然後的話 哇 所以這裡應該是 看他的時間應該是開不了門啊 還是要怎麼辦呢 沒躲好 沒躲好 我想到了 先別開電源嘛 先去把門打開 然後再去 然後再去 再去開電源就好啦 靠 他剛剛玩那麼久是 噢 趕快趕快 好 上去啦 電梯好慢啊 噢 到了 噢 到了 好 繼續吧 屎鳥 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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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屎鳥 屎鳥 屎鳥被我壓扁啦 噢 噢 噢 所以現在就是要裝成那些人的樣子就對了 種種不協調啊 所以還會有攝影機盯著我們看就是了 所以說如果這個攝影機的後面的紅燈在閃 表示他快發現我們是假的了 就盡量做給他們看吧 喂 別偷看啊 噢 所以這裡是個試驗區就對了 一個口令 一個動作 所以這個試驗區是要跳囉 所以這個試驗區是要跳囉 啊 沒進去 啊 所以這些人都是被控制就對了 那一群戴面具的人 那一群戴面具的人 這是這群複製人的主人啊 感覺很像耶 還可以 停 還好節拍還行 還好節拍還行 轉得有點慢 看 這整個故事我是還沒有搞懂 可能再玩到後面就知道了 還偷看 慢慢的 慢慢的 所以那些戴面具人 跟這些被控制的人類應該是有關係囉 有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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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喔 喔 被發現了 快跑 哇~~~ 哈哈哈哈小笨狗 他的主人已經在想 小笨狗你看我好丟臉啊 喔來了來了 嘿嘿嘿我就知道這鞋撲有用 小笨笨 抓不到抓不到 嗯上面有個人 來幫我拉 所以 有個紅色箱子 要先推過去嗎 推了門就會打開 可是這樣一來就不夠高上不去了 好吧 那所以 先拉回來 那邊有個平台耶 所以我們應該可以 我們先上去吧 上去然後回到平台那邊 ok 小澤哥 唉唉唉唉唉帶過去了啊 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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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裡剛好 我們再拉過來一點點 好 走 然後從這裡下來 然後再把箱子推過去 這樣就能過啦 推 誒 所以 應該還是要繼續過去就是啦 好吧 太早下來了 我們走 這邊有個按鈕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邊下來嗎 誒 上面有一個燈 按著按鈕會怎樣呢 走不過去了 好 現在要按按鈕看看 喔 門會打開 所以 可是只有他一個人啊 推過去 喔 我知道了 這裡有一個機器 他可以帶嗎 誒可以餒 所以然後 所以不應該在這裡下來 又不然 我也跟他一起下去啦 好吧 推過去 推過去 先讓這個人出來 誒不是啦 不是啦 錯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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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我們要先過去 然後呢 我知道了 可以叫他 叫他拉火車 然後 讓他上去 OK的 然後我們再下來 然後 他就可以過來啦 就是這樣 哦 這裡就是 這裡就是 嗯 所以這個 大的 把門會開 來 我們要從這裡下去囉 怎麼跳怎麼跳 跳跳跳跳跳啊 跳 跳下去 趕快啊 我們太中間了啦 我們先 在左邊一點的地方就好 大概在這裡 好 那我們再去 拿桿子 所以看來 這個人兄只能幫我們到這裡啦 好繼續吧 然後呢 下面有沒有東西可以拉的 現在都很怕溺水 這裡有東西嗎 沒有 這個可以拉嗎 試試看 可以捏 趕快上去 然後把它拉過來 就是這樣慢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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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換個方向 推過去一點 OK 這樣就可以上去啦 然後 然後 好 我們繼續吧 喔 有個按鈕 按一下 嗯 損退了 所以按這按鈕水又起來了 然後那邊的門關起來 那個鍊子不夠高拉不上去 所以我們要 所以我們要 好 然後它按了就會 然後它按了就會 嗯 嗯 先潛下去 現在門是打開的 好 那我們就 按了之後 趕快過去 喔 我知道了 趁水還很高的時候 我們趕快到那個平台上 這樣就能過去啦 喔 有一個箱子呢 所以就是 我們需要這個箱子嗎 嗯 我們把它拉過去吧 我們把它拉過去吧 所以這個箱子應該是 扶得起來的狀態 好 把它放在鐵鍊下面 然後再去按按鈕 喔 可以扶起來了 上去 喔 所以要 要去 轉這個轉輪 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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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K 好 後面那些火車是載什麼啊 在那些被控制的人嗎 小心了 可以跳了嗎 哇 還是別偷懶好了 把它轉到下面一點看看 把它轉到下面一點看看 小心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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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樣應該就能過啦 喔 真的很討厭燈燈 欸 嚇死人 OK的 喔 看下去看下去 喔 剛剛好 這裡不能走了 好 走 往下 怎麼都是一些怪怪的區域啊 這是地底嗎 這些感覺好像都是廢棄區域呢 KEEP GOING 喔 有狗捏 感覺等一下應該會被追 喔 喔喔喔喔 有狗有狗 快趕快 衝啊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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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被追到了 所以 以 跳到水裡面呢 喔 才會游泳啊 狗趴射啊 往下 喔 被抓到了 1 阿 所以我們等一下是要 前三一點嗎 好 靠剛剛猶豫了一下 不能一開始就跑過去了 好 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 1 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躲過他的攻擊呢 想一下想一下 喔來了來了 錢深一點看看吧 喔所以他沒辦法錢很深嘛 那所以我們游過去一點 然後 哈哈哈哈 撞不到撞不到 哈哈哈哈 趕快跑啊 滑下去 我要露其他狗來阿 底了一下 趕快拉拉拉拉 被抓到了 可以說我們要先 拉掉一個板子,然後再回去嗎? 趕快趕快 被...被...被...被圍毆了 所以說我們不能一開始就過去 然後等他們過來的時候 然後... 趕快去打板子,快點快點 趕快..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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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趕快去打板子 趕快去打板子 好煩啊 是不是這樣摔倒會... 耗一點時間啊 我就沒有足夠時間跑過去拉板子 我就吃吃看好了 趕快趕快... 趕快趕快... 啊? 那就是这个次的 然後去拉板子,快點快點 拉板子這個動作也會是多消耗一點時間 啊! 這摔倒動作真的耗了很多時間 這樣就沒辦法過去了 這裡摔倒是沒差啊,可是去另外一邊就不能摔倒了 這摔倒就耗了很多時間了 所以這樣拉就會被抓到嗎? 啊! 看吧,這樣就耗了不少時間了 最後沒辦法過去了 只好再一次囉 喔!所以 我們直接用跳的話呢 跳的話可以跳遠一點了 嗯! 好的! 就用這個方式過吧 等他們來 好 跳 趕快趕快 還有一個 再回去 啊! 抓不到 抓不到 趕快拉板子啊 我過去了 啊!抓不到了嗎? 啊! 啊! 孩子千萬不要從高處亂跳喔 跳下去是會死人啦 所以 所以 好啦各位,今天就先玩到這裡啦 那麼如果你有什麼想要看的橋段啊 或是好的建議的話 歡迎在影片下面留言喔 好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